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军已将作战重心转移到袈裟地带的中部和南部 同一天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发布视频显示 卡桑旅继续在汉尤尼斯等地与以军交火 当地时间12号 联合国安理会就当前红海局势举行紧急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 美英打击野门胡塞武装目标的军事行动 无法实现其宣称目标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鞭夹指出 美英此举是对整个野门明目张胆的武装侵略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13号晚就台湾地区选举结果表示 这次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显示 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这次选举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 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 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 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的大事 吴方13号表示 乌克兰多地当天遭俄军数十枚导弹 和多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 乌军共拦截了七枚巡航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 当天早上 俄军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 高精度武器及无人机 对乌军工企业实施了集群打击 13号 中国空军红鹰飞行表演队 9架叫巴表演机 出境飞富老挝 也要参加老挝人民军 建军75周年庆祝活动 并进行飞行表演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谢鹏表示 这是红鹰飞行表演队 首次出国飞行表演 也是中国空军飞行表演队 首次赴老挝飞行表演 13号 印度和日本两国在金奈沿海地区 举行海上联合演练 据路透社报道 此次为期五天的演练 旨在加强两国海上执法人员 相互间的协作 演练期间 双方模拟发生石油泄漏或火侵蚀 对相关人员实施已久 土耳其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 发表声明称 12号夜间至13号期间 土耳其安全部队 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的 库尔德武装 展开空中和地面火力打击 外媒称 此次打击行动是土耳其 对其安全部队12号遭袭的一次回应 在2025年第九届 亚洲冬季运动会口号 惠惠吉祥物发布仪式现场 本届赛会的口号冰雪同梦 亚洲同心 惠惠超越 吉祥物彬彬和妮妮正式亮相 这也标志着本届亚东会的 各项筹备工作步入新的里程 据中央记降台预计 受到冷空气影响 15号至18号 中国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 西北地区大部 华北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雪 甘肃 陕西 河南大部 山东等地有雨或雨加雪 转小到中雪 局地有大雪或暴雪 联通至家 幸福到家 全屋光宽带 千兆全覆盖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为鲁花香 中国舆论场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好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新闻 日前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组委会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了 口号会灰吉祥物的发布仪式 这也是继北京冬奥会之后 我国将举办的又一次综合性的冰雪盛会 与此同时呢 哈尔滨的文旅热度也是在持续的升温 总台文创大棚车也开进了冰雪大世界 那么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一下 总台前方的记者张诚 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你好 张诚 现场非常的热闹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具体位置 现场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王州你好 那么这一周呢 哈尔滨的冰雪旅游 还在持续的升温过程当中 那么就在上一周 我们刚刚才动别来自广西的小植尔根 来自广西的小砂糖局 那这一周呢 在冰雪大世界里面 我们又来了来自贵州的小植尔根 来自北京的小烤鸭 来自山东的小葱花 还有来自宁夏的小杨玉 那么就在这一周 1月11号的时候呢 总台的文创大棚车 是正式的欢乐进驻到 冰雪大世界当中 那么我注意到哈 在现场的场景当中呢 可以说是游人如之 大家都纷纷地排起了长队 很多人呀 都纷纷在我们的大棚车里面 选购和总台的春晚 相关的那些文创产品 比如说有人选择了 我们的冰箱贴 明信片 总台的春晚 还有人选择了我们的玩偶公仔 那么现在呢 是晚上的七点多钟 而这个时候呢 历来都是冰雪大世界当中 最最火爆 游客数量最多的时候 那么就在我身后啊 大概四五百米的地方 那里有一个大舞台 每到晚上六七点钟 都会有上万名的游客 聚集在大舞台跟前 再歌再舞 共同地去感受东北人 在户外 在冰天雪地当中 泵野堤的那份激情 那么我想这一周呢 对于哈尔滨来讲 毫无疑问 是双喜临门的一周 正如刚才您所说的 亚东会的吉祥物 冰冰和妮妮 也正式地官宣亮相了 那么在我们整个冰雪大世界的 园区当中啊 我注意到有很多的游客 大家也饶有兴趣地 参与到冰上项目的体验当中 其中选择比较多的 比如说推冰壶 因为老少嫌疑 而且操作起来也比较的简单 而另外一个网红打卡的项目呢 那就是冰上大滑梯 这个大滑梯的总长度呀 超过了五百米 但是从最高处滑下去 总共却只需要不到五十秒的时间 但是为了体验到 这总共不到五十秒的惊险刺激 游客们需要排队等待 超过四个小时的时间 但依然络绎不绝 这一周呢 其实我还去到了哈尔滨 另外的一处 网红打卡的重要的景区 那就是中央大街 这条有着1450米长的百年老街 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了一条 欢乐的海洋 在现场我有两处发现到的细节 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一呢 是那的商家为了更好地去招揽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方来客 他们研发出了两款咖啡 一款是洞梨咖啡 一款是冰糖葫芦咖啡 另外一个细节呀 就是中央大街上的那些鸽子们 现在已经明显飞不动了 因为游客多了以后 他们的伙食也更好了 那现在他们已经很难展翅 翱翔于天际了 那么这一周呢 我特别明显的一个观察和感受 就是线上因为关注而产生的流量 正在转化成为线下实实在在 因为消费和购买而产生的销量 一开始我们可能是以冰雪油而开头 现在已经变成了文铝热 美食箱和铝拍火 我们会看到在整个城市 现在呢 其实到处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客人 而尔滨也拿出了满腔的热忱 来迎接和守护着这些八方来客 那么我想这既是一个很好的展示 大东西精神面貌的窗户 也一定会是一条角度一渠春水 寄国各地文旅门开展良性竞争的鲶鱼 主持人 我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非常感谢张诚在哈尔滨的 冰雪大世界为我们发回的报道 那接下来 游子看故乡共会同心园 那本周的爱在中国呢 我们将带您一同来领略 一城青山半城湖江苏徐州的 独特媒体来看一下 徐州古称鹏城 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和两千六百多年的建成史 悠悠楚运泱泱汉风 徐州有泳有陵有汉化 有山有水有古叉 汉代三角明阳海内外 两汉文化看徐州实至名归 徐州山水相连南秀北雄 72座山巒连绵起伏 七大湖泊点缀其中 鱼龙山古树葱玉 威山湖渝州畅晚 大运河航运交织 八百里马铃风景如画 徐州全国通达五通汇流 五省空渠达天下 彰显着徐州的开放包容和兼收并序 徐州 居者幸福 来者流连 闻者向往 中国式现代化徐州 新实践的现实图景 正在生动展现 另外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 从本周六开始 山东五连河北林璋的美景 将在北京的地铁的4号线 大兴线14号线 16号线的地铁站点 和车厢电视屏上 与大家见面 热播一周 欢迎大家乘着地铁 看爱在中国 那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本周早安中国的精彩集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对美英空袭 也门也是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证实 美军当天凌晨 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处雷达设施实施打击 这是美国连续两天 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 美联社原意匿名美国官员的话 报道称 美军在12号的军事行动后 认定仍有一处 也门胡塞武装雷达设施 对海上航行构成威胁 故而再度实施打击 此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对胡塞武装目标的打击 向伊朗传递了一个信息 拜登还称 此前美政府曾取消对胡塞武装 是恐怖组织的认定 但现在正考虑对此进行重新评估 13号 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和英国12号和13号 对也门多地发动的空袭 是公然的侵略 声明表示 胡塞武装将继续对以色列船只 或前往以色列的船只发动攻击 而美英两国也将面临 胡塞武装的反击 当天 胡塞武装在也门西北部地区 举行军演 并称他们已经做好 与美国和以色列战斗的准备 此外 胡塞武装任命的 河台达省当地官员 阿里·艾哈迈德·卡沙尔13号表示 美英两国空军 当天用间谍无人机 对胡塞武装控制的 也门西部港口城市 河台达进行了密集侦查 值得关注的是 当地时间12号 在俄罗斯的要求下 联合国安理会 就当前红海局势 举行紧急会议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甲表示 美英对胡塞武装的打击 动用了战机 军舰和潜艇 这是对整个也门 明目张胆的武装侵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指出 美英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目标的军事行动 无法实现其宣称目标 中方重申 任何国家不得曲解 滥用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 在红海水域制造新的紧张局势 舆论普遍认为 美英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 只会让局势更加地紧张 升级甚至是失控 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网友 都提出了哪些问题 的确是这样 我们有一个问题是 先向杜文荣老师来请教的 我们通过大屏幕也来看看 小小少年的这个问题 美英为何选择此时打击 也门胡塞武装目标 胡塞武装会如何来反击 另外呢 伊朗日前还扣押了一艘 美国邮轮局势还将如何的发酵呢 这个问题请杜老师 移步到大屏幕前 结合我们的动画来给我们做详细的解读 早不打晚 我们打片在这个时候打我感觉至少三个目标 首先是给以色列解围 以色列目前在加沙地在作战行动陷入一个持有状态 而且周边的珍珠党包括胡塞武装都在打以色列 如果这个时候这个美英联合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行动 有可能让以色列遭受其他势力打击的压力在下降 第二很显然是这个威胁伊朗嘛 像拜登说了 是打给伊朗看的 最后对伊朗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另外他还讲一件事呢 就是引发内战 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和隐门政府军一加一半 仅是不发河水 如果现在美国英国出动什么F-18战斗机 包括它的这个台风战机 像这个驱逐舰还有这个航空母舰 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 他认为这个政府军可以再去打胡塞 这样双方的停止的内战就会重新燃起 所以美国特别希望通过这场冲突 第一 巴以冲突一把火 然后打胡塞一把火 再加上也门内战一把火 所以现在看呢 立体攻击行动要达到三个目标 胡塞武装也不示弱 面对这个空袭行动 胡塞武装说干两件事 第一 打美国军舰 最后在沿海地区 不光是要打以色列的船 还要对这个美国军舰 英国军舰的一个攻击 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在狭窄的水道 用无人机啊 包括其他武器装备进行密集攻击 有可能获得战故 而且美国最头疼的是 胡塞武装的小艇 装着450公斤炸药 高速航行 这个能力会非常强劲 如果真的打出了军舰 对美国 英国在红海的部署 将会产生比较大的作用 所以下一步呢 这种密集的保护突击 有可能成为常态 另外现在这个很显然 连锁法一定有了 这么多基地都是攻击目标 胡塞武装发了一张图 美国基地标的一清二楚 坐标位置 包括它的部署的这个特点都有 而且在攻击胡塞武装当天 叙利亚 伊拉克 两个基地已经被攻击 而且是不明的 武器装备的攻击行动 所以下一步呢 围绕着在中东 美国点多面广的这么多基地 胡塞武装的打击效果 将会进一步的上升 打军舰太远打不着 没有海军 如果打基地 我想呢 可能是这个非常的容易 另外呢 这个伊朗最近扣了一条船 这个船啊 伊朗人发现 它就是画了个马甲 它去年5月份扣过 当时不叫这个名字 当时也是往美国 这个运石油 伊朗叫偷运石油 盗窃石油 它不允许伊朗的石油到美国 所以当时呢 美国人把油卖了 然后现在一把船 又换了个名字又来了 我想通过这个打胡塞的同时 扣美国船 大概也是伊朗的态度 而且红海有美 有这个伊朗军舰 所以下一步呢 围绕着这个中东地区 众多矛盾 包括美国的各种军事介入 这个局势的摇摆 会超出想象 好的 谢谢多老师 请坐 的确这种袭击报复 反报复 只会让局势呢 不断地去升级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那这个 这方面的问题 再给我们推送一个吧 对 围绕这个问题呢 大家关注的点啊 有很多 也各有不同 接下来呢 想来推送老白的一个问题 拜登说 对野门胡塞武装的空袭 是向伊朗传递信息 还说呢 正考虑重新将胡塞武装 列为恐怖组织 美国究竟目的何在 不怕重现中东泥潮吗 好 杨老师 首先最后一个问题 美国确实怕再陷入中东泥潭 这好不容易从那个阿富汗 非常狼狈地撤出来了 那么如果再继续卷入的话呢 就会陷入 重新陷入战争 特别是红海危机 现在国际社会就讲 这叫红海危机 那么美军现在在整个中东地区呢 已经部署超过五万军队 这五万人呢 战略目标非常明确 不是为了打仗 两个目的 第一叫威慑 第二呢 叫报复 威慑呢 就是显然威慑伊朗 还有胡塞 还有这个叙利亚和这个 叙拉克的抵抗组织 威慑你 我这么大兵压境 你们不许动 动得到 还有那个黎巴嫩 就是五家 还有黎巴嫩那个珍珠党 威慑五家 不许这个直接打以色列 那么第二是什么呢 如果威慑不住 你打了我了 那我才报复 所以说这次美军袭击胡塞呢 是在威慑失效 没把胡塞吓住之后呢 胡塞接着打 那么这才 才这个进行的所谓报复 那么这个报复行动 本身看呢也是美军一次 非常小心翼翼的 这个防止战争扩大的一个行动 按照美军的这个联合作战条件量 五个阶段的行动 它其实只走到了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威慑 第二个阶段就是叫做抢战先机 那么现在看对胡塞打的 这个72个目标 两轮吧 一共去 第一把打了72 71个 那么 71个 那么昨天又补一个 就是72个 72个目标呢 基本上是不打有生力量 只打这个战争当中 一旦爆发 发挥这个打击力量的 这个雷达战 这个导弹发射架 导弹药库等等 打这个叫美军非常典型的 这个抢战先机的这个军事行动 打这些 而不进入第三阶段 恰恰就是美军为了打你 也不想再爆发战争 这是非常典型的 战争边缘的这种操作 那么为什么这样呢 主要是怕不仅是怕美国陷入战争 而且呢也怕引爆世界经济的灾难 事实上现在呢 美元乃至西方央行加息的步骤 减息的步骤不得不停下来 因为整个的油价 大宗商品市场 由于红海飞机呢开始上升 那么美联储的这个减息 如果出现拐点的话呢 不仅对美国经济是个打击 而且对全球经济 包括对拜登的这个竞选都是影响 所以说综合考虑下来 美国现在采取了两手策略 第一呢就是继续家乡威慑 那么你看这次打击的时候吧 就打那几十个目标 结果动用了起了那个飞机 从航母上起来 再用那个阿里伯克的导弹 驱逐舰应导弹 还得加上什么呢 核潜艇发射潜射导弹 其实呢 这么多的大兵器压上来 每个上面每一架就布置几个导弹 目的就是说我有所有的大杀器 但是我不是真给你打 这种威慑性的打击呢 实际上恰恰反映出美国 一手叫威慑 一手呢就是防止你不要打 因此呢美国参与了第二手动作 就是向伊朗 他认为这是这个胡塞的后台 写了一个私下的信件 美国跟伊朗别看那么对立 始终有秘密的外交渠道 那么外交渠道究竟信写了什么不知道 但是拜登总统的一句话耐人寻味 他说我们相信我们充分做好了准备 这个准备呢你可以往两个方向想 我们充分做好了准备 如果你再扩大 那我这么多大杀器 就不是象征性的这个航母打你几发 这个佛罗里达驱逐舰 不知道这个核潜艇打你几发 不是这个了 那就是整个毁灭性打击 但是另一个充分准备是什么呢 就是做交易 也就是说呢在防止战火扩大的时候 美国在搞两手策略 那么既要控制局势 又不要呢让战争爆发 这就是目前的这个红海危机 在出现这么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 美国的算盘呢 也是用两手来导致 来控制局势 另外呢同时我们还注意到 这次美英对野萌胡塞武装的 这样一个袭击 也是遭到了国际社会的 质疑批评和谴责 那这方面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接下来你说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 是想请教小辉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小花同学的这个问题 美国袭击胡塞武装 未经国会批准 遭到了美国舆论的批评 那此外呢中方明确指出 美英此举未经安理会授权 俄罗斯称美英此举是对野门 明目张胆的武装侵略 那么多方的压力之下 美政府会收手吗 小辉老师 总体的判断美国会收手 美国会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 进行这种尺度和范围的判断 那么美方呢 也会调整自己的策略 一直打下去 现在呢并不是美国的目标 但是呢网友问 多方压力之下 美国会因为压力收手吗 美国的收手显然不是因为压力 我们会看到呢 现在美国在中东 它的整体的政策 一系列的动作 其实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而现在呢 美国的这个试错 从效果来看 大家非常担心的 是引起巴以冲突升级之后 地区局势了进一步的失控 我们一直在谈谈的 这个冲突扩大外溢的风险 那说到美方国内的压力 这并不是拜登政府 关注的一个核心 其实呢在美国国内 长期就这个战争 发动权力的问题 一直有这种争吵 美国国会呢 希望能够更多地控制总统 说如果总统呢 发动战争 必须要经过国会批准 当然对于总统来说呢 总统一直强调的是 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 往往是有它的这种应激性 所以呢通过国会的 这种漫长的程序 首先技术上 是不现实的 那么同时也强调的是 总统有这个权力 希望扩大这个权力 那今年呢 是美国的大选年 其实对于美国总统来说 一个极大的诱惑 是发动军事行动 它所产生的 所谓的巨奇效应 也就是说 当对美国眼中的一个目标 对手进行打击的时候 美国国内民众 因为这种不安全感 会产生一种 所谓的同仇敌忾 会对总统的支持率 是有利的 那对于拜登来说 他会念念不忘的是 911事件之后 小布什的支持率一度飙升到90% 这就是大选年的诱惑 那么说到这个联合国的授权 这也并不是美国第一次 绕开安理会的授权 我们会看到2018年 当时美国 针对叙利亚境内目标 进行打击的时候 同样也是未经授权的 在美国眼中呢 自己的一个借口 一个理由已经足够 所以这个时候 网友所提到的压力 并不是美国关注的重点 但是说到美方试错 我觉得首先呢 在红海 现在美国的行动 并没有产生 对胡塞武装足够的压制效果 那么如果引起 红海地区继续失控 影响到航道 影响到欧洲经济 世界经济的话 那盟友会抱怨 盟友的抱怨 美国还是要买账的 那么另外呢 杨老师刚才谈到伊朗 对于伊朗来说 美国当然不希望 因为对胡塞武装的打击 让这个伊朗真正下场子 这是美国试错的一个标准 那么最后呢 美国也关注到的是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 它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和解 如果得不偿失 对于美方来说呢 也要及时守守 好 继续来关注一下 榜单的第二条 乙军继续在加沙地带 开展军事行动 乙军13号表示呢 已将作战的重心 转移到了加沙地带的 中部和南部 那么关于巴以冲突的 最新情况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总台驻耶路撒冷气者赵冰 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14号呢 是本轮巴以冲突 持续第100天的时间 当我们再次来到 以色列同加沙的边境地带 看到前方的情况 与此前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虽然乙军声称其减少了 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军事活动 甚至是撤出了部分乙军的部队 但是根据我们今天的经历啊 通往加沙边界附近的区域的道路 依然是被封锁 那路边呢 也没有看到乙军撤离的痕迹 包括我们身后三公里外的 加沙城镇拜特哈嫩呢 还是能够听到传出这个交火的声音 同时呢 乙军13号还批准了其南方司令部 继续作战 并向哈马斯施加更大军事压力的计划 将其作战行动更多的 集中在加沙的中部和南部 以所谓摧毁哈马斯和促使乙方 遭扣押人员获释 甚至根据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在13号的讲话 乙军不排除出兵控制加沙地带 与埃及的边境地区 内塔尼亚胡称呢 如果乙军不能够控制 连同埃及和加沙的地区 那么就无法消灭哈马斯 无法实现加沙的所谓非军事化 乙军也不会结束战争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还强调 以色列将继续打击哈马斯 直到最后取得完全的胜利 并称以色列将大幅度地增加 该国的国防预算 而对于已经饱受100天 乙军炮火的加沙民众而言 其生存危机几乎是 难以用言语来描述 根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在13号晚间的声明 在过去的100天里 乙方对于加沙地带的持续轰炸 已经导致约190万人无家可归 那这也是自1948年以来 巴勒斯坦人民最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好 有关这一轮巴以冲突最新进展 我们的网友都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乙军关于这个作战重心的这个转移 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的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可可的一个问题 乙军为何将作战重心转移到 加沙地带的中部和南部 乙军说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越境打击真主党 就是要扩大战线吗 多老师 乙军这个时候转作战重心 我想两个目的地的舆论战 刚才记者讲了打100天了 100天的仗打成这个样子 之前的短时间内消灭哈马斯 现在基本上是个气泡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 我说已经实现了阶段转换 北部低强度 中南部高强度 这样可以告诉以色列人 国防军的作战还是有它的效果的 否则的话 不会出现作战阶段的转变和发展 实际上是给美国包括支持 以色列国家的一个定心玩 作战行动在持续 效果也在不断增加 第二个可能是城市战 按照目前在北部地区的清剿行动 这哈马斯正在向中部和南部转进 如果它的作战重心 不向南部进行转移 这样就没有办法 把哈马斯的主力消灭 所以他认为通过空袭行动 通过地面清剿行动 包括达鼠的隧道站 包括其他作战行动 他对哈马斯有生力量 包括武器装备的存储地点 以及高级领导人的杀伤能力 将会进一步增加 所以这种转换 对于加沙地带作战行动 局势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的确在12号美国发动打呼赛 然后13号就出现了作战行动转换 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 也说明美国以色列 在作战行动上的关联很紧密 对于利达巴尼真正的打击行动 我想是两个目标 第一就是继续打击 哈马斯的高级领导人 像这样子在贝鲁特 打掉了他的二号人物 如果下一次频繁发动攻击行动 是不是还会有新的战果 对哈马斯高层的杀伤效果 会进一步提升 第二大概也在警告珍珠党 你在美国打了胡塞 其他的目标也在美国攻击范围之内 如果像之前对利巴尼进行空袭作战一样 以色列空军完全有能力进行打击行动 另外利巴尼真正的党 把以色列北方司令部打了一家伙 如果越境空袭 大概也是对火箭弹袭袭袭袭击成的 一种报复和反应 我想今后和珍珠党的作战行动 有可能在多个方向持续进行 不管以军的作战中心如何转移 我们看到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 就是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 持续的恶化 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来看一下短片 有关以军的军事行动 导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 这方面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提问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想请教杨夕宇老师的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 晴天娃娃的这个问题 联合国国际法院开始审理 以色列被控种族灭绝案 南非为何站在指控以色列的第一线 另外的土耳其总统称 正在提供证据为何表现积极 国际法院的裁决 能否对以色列的行为有所约束 一连三问 其实正是国际社会关心的 首先这个南非的行动 其实反映了一个趋势 叫做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因为以色列在加沙的 惨绝人寰的行动100天了 这个加沙人 巴勒斯坦人已经死 死亡超过2万多 而且这个是战时统计 那么战后如果把失踪的再清算 那么人员肯定会大幅增加 在100天里边数以万计的生命 再丧失 这无疑是一种战争罪行 无疑是一种总结灭绝的行为 正因为这样不光是南非 其实很多国家已经表示出这种关切 而只破南非走在了前面 走在前面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都知道 南非是这个世界上经历了 最残酷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一个国家 那么所谓种族隔离 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慢性的种族灭绝 所以说它对于种族歧视 特别是种族的这种残害 甚至是灭绝 它有着非常强烈的敏感性 这么因为在加沙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么它首先暂略了发生 那么土耳其作为北约的一个成员国 它的立场很有意思 在所有北约成员国当中 土耳其是唯一一个说 哈马斯是抵抗组织 你看那个美国人说 我要考虑给它弄到那个恐怖组织 他说不对 他说这个是个抵抗运动 而且土耳其一直承认 哈马斯是加沙地带的 有效的治理机构 因为它是选出来的 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的双中标准 加沙选出来 他说那你这是恐怖组织 别的地方选择 如果符合它的利益 这个财台说是你 这叫民主选举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 所谓双重标准 更准确地讲是美国利益标准 按道理说对于国际行为 只有一个标准 那就是按照国际法 按照国际关系准则来定标准 任何事情都应该按照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准则来定标准 但是美国是跳开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 它用它的利益来定标准 当利益上需要以色列帮忙 就是需要袒护以色列的时候 无论这个平民有多大的这种伤亡 那么平民伤亡 它可以装弄作哑 无论这个种族灭局的行为 有多么突出露骨 那么美国依然也在标准了 这个所谓这个利益标准 就造成了 这是造成目前中东 就是哈马斯跟以色列这个冲突 危机持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这样的原因下 说句实话 即便是国际法院 最后做出公正的裁决 我想国际机构也很难 因为有美国的撑腰 美国和西方国家撑腰的情况下 国际机构很难对以色列 进行有效的实质性的牵制 这也是我们当今 国际关系当中的一个悲剧所在 的确是这样 随着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的恶化 以及这场冲突 不断万亿的风险的加剧 我们看到美伊之间的 这样一个矛盾和分歧 也在日趋的明显 那么日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对中东进行了第四次访问 本来他是想给以色列施压的 但是以色列并不买账 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云美媒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当地时间12号表示 美国明确拒绝 以色列部分官员和议员 呼吁在加沙地带以外 重新安置巴勒斯坦人的言论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10号在会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也指出 八方完全拒绝 以色列驱逐加沙地带居民的计划 此间一天 布林肯分别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国防部长加兰特等 一系列政要进行了会晤 美国国务院表示 布林肯告诉内塔尼亚胡 以军必须避免 对加沙平民造成进一步伤害 布林肯同时强调 驱逐巴勒斯坦人 并不能让以色列得到持久的和平与安全 对于美方的施压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 本格维尔9号在社交媒体上 向布林肯喊话称 现在不是对哈马斯轻声细语的时候 而是使用大棒的时候 此外 法新社报道也指出 内塔尼亚胡仍然反对 用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 有分析指出 美国长期以来在巴以问题上拉偏价 布林肯这趟中东之行 更像是一场为了平息地区 不满情绪的作秀 难以取信于人 另据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10号 伊拉克民兵武装 伊斯兰抵抗组织称 该组织当天向两处美军 驻叙利亚基地发动了武装袭击 并向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一处驻有美军的军事基地 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 近来也在伊拉克境内 发动了数次 针对当地民兵武装的空袭 伊拉克各界人士认为 国际联盟已经没有理由 继续在伊拉克存在 对此美国国防不成 美国目前没有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面对美国的施压 以色列的回应不再是随声附和 那这方面来给我们再推送一下 网友的提问吧 网友关注到了 美以矛盾背后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网友辣不辣多的一个问题 美方明确拒绝 以方重新安置巴勒斯坦民众的言论 内塔尼亚胡则坚定地反对 用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 美以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的 分歧难调 折射了哪些问题 另外有外媒说 布林肯这次中东之行 是暴心救火 小文专家是怎么看的 小卉老师 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 美以之间的矛盾 现在会看到 双方之间的矛盾 是在扩大 而不是在缩小 但是我觉得 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 矛盾本身更多的这种分歧 进入到消息层面 为大家所关注 本身就说明 美以之间在进行密集的沟通 也就是说 双方已经开始密谋 所谓的未来加沙 加沙地带在战后的治理方案 等一系列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 应该说已经有三方面的方案 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一个方案是 现在美国希望 美欧的军队 能够对加沙地带 进行临时的监管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地区大国像沙特和阿联酋 能够加入的话 是一个所谓更完美的方案 那么第二个方案 是模拟西奈半岛和周边地区 那么现在有一些多国部队 以及观察组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设立一个维和部队 对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 这种和平协议的 和平条约的相关的条款 能够执行 也是一种方案 那么第三 三种方案 是联合国发挥一定的作用 进行这种临时的治理 但是三个方案提出 可以看出 以色列也有自己的态度 刚才网友也关注到了 一系列的分歧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对于加沙未来的问题 美国和以色列 首先有一个极大的共识 那就是同意 不让哈马斯 继续控制加沙地带 但是这个时候 美国非常需要的是 以色列方面的配合 也就是说 说到治理方案的问题 战后治理的问题 美国现在感受到了 一定的压力 如果以色列不断地在谈 要把巴勒斯坦人赶出故土 那么会增加美方的压力 同时涉及到两国方案 美国尽管并不认真执行 但是却愿意谈两国方案 来展示自己的 所谓的对于这种 国际上达成的共识 大家所期待的未来的 这样的一种积极的态度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会看到问题的实质 包括网友所关注到的 为什么布林肯的中东行程 是暴心救火 因为美国是要转移自己的压力 美国是要进行 自己需要的战略布局 说到压力 一方面 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 而另外一方面 很明显的是美国担心的 是当前因为巴以冲突 造成局势的失控 很明显布林肯的访问的行程 是看到了离异边境 可能会失控的风险 那么美国也在计划 对鸿海地区的动作 美国希望能够有所动作 但又担心失控 那么这个时候 涉及到这个未来美国的 这种整体的战略上的布局 很显然 美国是需要 以色列方面来进行配合 希望以色列方面 考虑到美方的一系列的 这种诉求 所以这一次的暴心救火 一方面美国还是在 偏袒以色列 而另外一方面 有自己的目标 所以大家会得出一个结论 要想中东地区的局势 能够降温 避免冲突失控 其实最根本的是 要以色列停止 在加沙地带的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如果美国恰恰忽视 这个关键的话 那么最终肯定是暴心救火 好的 感谢想回的解读 热点全网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屏幕当中 为我们展示的本周的热词 那除了我们刚刚梳理的 红海局势和白蚁冲突之外 奋进深蓝也是我们本周的热点 我们知道1月12号 是海军055型万吨驱逐舰 南昌舰入列四周年的日子 南昌舰入列以来 以出航及出征的战斗姿态 原版完成了重大任务十多项 开创了人民海军史上的 多个第一 那不久之前呢 南昌舰党委 被授予时代楷模的称号 那我们通过短片 也一起来看一下 南昌舰是海军055型 万吨驱逐舰首舰 装备有新型防空 反导 反舰和反潜武器 具有较强的综合作战能力 2020年1月正式加入 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不久前 南昌舰赴黄海海域 参加实战化训练 从在空中威胁下的对海作战 到舰艇大角度机动条件下 对空抗击 再到复杂电磁环境下导弹攻击 南昌舰全舰官兵 三天完成40个科目 涵盖对岸 对海 对空 反潜等多个层面 在一次与辽宁舰编队的实战化部署 研练任务中 南昌舰作为舰队属舰 全舰官兵连续20多天 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在持续对抗缠斗中 直面外军挑衅 当外军飞机逐渐急进的时候 我们的预警探测设备全程追缴 我们坚强有力回击的外军的挑衅 今年来 南昌舰随航母编队 加快提升体系作战能力 过宫谷 出巴士 奔西泰 下南海 闯深蓝 在风云变换的国际形势中 批波展浪 成为彰显大国自信和实力的窗口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今日 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055型万吨驱逐舰延安舰 与多型多艘军舰截篮启航 使将任务海域展开新年度 首次海上训练 任务海域 舰上雷达发现多批低空慢速目标来袭 各舰密切协同 迅速调整阵位组成防空队形 多批自空中目标应声而落被摧毁 据悉 此次跨昼夜的海上训练 结合最新科研成果 完成了舰炮射击 编队航行 海上补给等多个实战化科目训练 万吨大驱战斗力满满的背后 是我们海军官兵 在长期磨砺当中铸就的成果 这方面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提问 的确是从大家的评论和提问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网友的情绪都很高昂 所以我来选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 来看一下追星星的人的这个问题 南昌舰全舰官兵连续20多天 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直面外军挑衅 那专家能给具体讲讲这事吗 讲讲这个事 杜老师 南昌舰能力特高调 但是其他方面特别低调 如果这次不是被授予时代楷模 很多事咱们真不知道 据我所知南昌舰服役4年 已经航行了10万海里 如果换算成咱熟悉那个公里数 是18.5万公里 如果按照这个年份去测算 你可以算出每年到底能跑多少 而且跨越了40个纬度 所以从这个表现来看 这个南昌舰不光是时代楷模 还是老模舰 如果五一 如果给南昌舰再受个老模舰 我想对于这种放大 包括学生效果会更加明显 南昌舰的确很多事件 是近期通过新闻报道才知道 但是听了我特震撼 我感觉最深的是两个词 第一叫对抗缠斗 第二叫全程追秒 你刚才那小伙子讲的 对外军的军机要全程追秒 而且通过现在发布的 一些照片视频来看 就是外方的战斗机 有的是舰载机 有的是攻击机 而且向南昌舰俯冲 但是南昌舰不光是预警探测系统 全程开机对目标参数航机 进行锁定 而且您注意看 前部导弹发射机的盖板已经打开 随时准备作战 所以从这种戒备状态 包括作战能力来看 的确把中国海军这种量件精神 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所以下一步 如果针对不同的空中目标 咱们现在远中近高中低的 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体系 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另外对抗缠斗 刚才我又听说一件事 说是二十多天 然后全程在进行各种对抗行动 我记得南昌舰有一个小伙子讲了句话 说我们在能靠看到对方甲板士兵的距离上 舰长为了加速 所以这个状态很难得 如果面对外舰的挑衅行动 我们是加速向前 赶于这个迎向前方 这个能力很强 而且据介绍的当时是我们正在掩护航空母舰搞训练 而且对方的军舰要企图穿越编队接近航母 这是绝不能够发生的事 我们055大区号称是航母的带刀侍卫长 能力包括其他方面很强悍 如果对方的舰艇要接近核心舰艇 那么我们的南昌舰要做出适度反应 而且从相关的新闻报道去看 叫前出百海里 这算一算也是将近200公里 如果在这么远的距离上 把对方的舰艇和我们的编队隔离开 说明了在整个编队过程中 这个核心作用非常的强大 所以从南昌舰服役四季的表现来看 英雄舰 无尾舰 像这些的称号全部过时 我感觉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荣誉给南昌舰 所以总之在对抗行动中 在近似实战条件下的对抗行动中 那么这种能力 勇气 包括意志的相互组合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中国海军 中国军人的真实写照 多老师 放眼全球 我们的万顿大区 在全世界的同类型的舰舰当中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现在不太好找对手了 你比如说像之前俄罗斯的光荣迪 独呼求败 现在大概已经是技术状态很落后 美国的天康多拉加 现在正在大量退役 美国的朱姆沃尔特 目前造出有美国海军特务买意 说花这么多钱 结果70个导弹发射管 现在跟一般的伯克尔级都不如 所以我们目前这种能力 包括设计正在被很多国家追随 你像美国的KDGX 包括德国的127 还有其他国家 都在模仿我们的南昌舰 当然现在看这个模仿很容易 但是追上很难 也说明这种武器装备设计思路 特别是南昌舰在实战训练过程的表现 我想其他国家军队很难做到 也说明全世界目前看 同吨位级的武器装备 我们无论是能力 包括装备技术都处于第一的状态 好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梳理热词 来看大屏幕 那么从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俄乌冲突依然是网友关注的热点 近日俄罗斯正在加速武器生产 并接受一系列的武器装备 与此同时 乌方也在寻求西方的援助 具体情况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 12号据俄媒报道 俄国防部长邵伊古下达任务 不仅要加大生产精确制导弹药 还要将库存很多的常规弹药 升级为精确制导弹药 据悉 俄罗斯目前每天发射约1万枚炮弹 而乌克兰由于弹药短缺 最多只能发射2000枚 此外俄总统普京11号表示 所有俄罗斯无人机 包括攻击型和侦察型无人机 都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得到有效利用 这是一种新的方法行为军事行动 который корректирует все другие и в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видами и рана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вязывает многие вещи делает это 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ми и контр-батарийными Здесь очень важно очень важно опережать противника быть на шаг впереди 冰具俄媒报道 2024年 俄武装力量将接收 一系列武器装备 包括两架图160M战略轰炸机 和波扎尔斯基大工号 北风之神A级核潜艇等 2024年 萨尔玛特洲际导弹 也将开始战斗直起 同时 俄罗斯将提升匕首 和告试高超音速导弹的产量 并继续开发新式装备 俄海军也将接收 三艘潜艇和11艘水面舰艇 另一方面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10号警告称 西方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的 犹豫不决 正在使普京受到鼓舞 近日 泽连斯基出访多国 谋求更多军援 和国防工业合作 波罗的海三国 就在泽连斯基访问期间 宣布了新的队伍援助计划 12号 英国首相苏纳克访问基普 并与泽连斯基 签署两国安全合作协议 还宣布增加队伍 军事援助拨款 不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比11号表示 美国政府通过总统提用权 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 已经涌进 美国已暂停对乌军事支持 当前的俄乌局势 正在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 对 网友关注到了 英国与乌克兰的一个合作 引起了俄方的一个反应 我们来看一下红杉的问题 这次英国与乌克兰 签署安全合作协议 俄方反应强烈 警告说如果英国向乌克兰 部署军事工作组 将是对俄宣战 如何来解读呢 杨老师 这个警告还不是来自一般人 是来自俄罗斯的前总统 梅德维基夫 现在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 那么这样的一个警告 实际上也是一种 战争边缘的宣言 就是说我们知道 这个英国现在在美国 顶不上的时候 那么他当了先 当先这次有个新动作 就除了这个大笔的 金钱的援助之外 那么也准备派军事工作组 那么这个所谓军事工作组 在俄国人看来就是 你这叫军事先遣队 所以当时梅德维基夫 他用的词是 你要是部署任何形式的 军事先遣队 那就等于是宣战 那么现在我们看出了什么呢 就是说西方国家 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我首先讲 美国队务援助现在叫暂停 因为自己政府要关门了 1月19号要关门 然后现在前天通过一个决议 说不管了 能混到3月1号 3月1号一个 3月7号一个 这两个过去后再怎么办 那么再说 所以在3月1号之前 美国人根本顾不上这个援助 当然了有了这个钱以后 还有援 总的来讲 2024年新的一年 美欧国家会进行新一轮的援助 现在是英国打头阵 不仅资金在增加 而且呢 有了新的形式 就是派这个军事人员 这个就等于是援助的升级 援助的升级在战场上意味着 战争有可能升级 就像当年美国的这个打院的战争 最早是军事顾问团 那么后来军事顾问团再升级 就是部队了 部队卷入了 因此呢 俄罗斯对这个问题呢 是看得很重 所以目前呢 就是今年美国 欧洲 包括英国 如何升级它的队伍援助 确实成了这个俄乌冲突的 一个重要的拐点性的指标 好的 来 再给我们推送一条 网友的提问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了 所以想留给我们VIP期的网友 我们来看一下高山流水的这个问题 欧洲多个延续队伍援助 而美国队伍军员已暂停 美欧队伍援助为何出现了温差 那北约高官说呢 俄乌冲突可能延续至2025年以后 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教会老师 我觉得网友的观察点呢 可能有一点偏差 所谓的这种温差只是一种表象呢 好像是欧洲还在继续给钱 而美国现在暂时不给钱 那么未来能不能给钱 还是一个未知数 刚才杨老师也提到 暂时顾不上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呢 对于美欧之间的这种差别来说 应该说更多的是 美国政府在强调 总统提用权现在是没钱了 希望呢国会进一步地拨款 所以我们会看到的实质 并不是美欧之间的分级 或者是不同步 反而呢是美国政府 正在向国会发出一种倒逼的信息 希望呢国会进一步地进行拨款 刚才小片中提到的 总统提用权到底是什么 就是美国总统他有权利 把这个美国的家底 迅速地拿出来 给自己支持的对象用 那么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 提取了武器之后 来供乌坎来使用 让乌军呢进行消耗之后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 这个家底拿出去 不能够有这种空虚 或者是亏空 要继续进行补充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国会此前的 这种临时的这种分批的拨款 来对美国自身的家底 来进行补充和补用 所以我们会看到呢 总统提用权表面上来看 好像没有立刻花钱 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在花钱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美国总统来说 希望体现出的是 所谓西方反俄的政治正确 希望在美国国内 不能因为在美国国会 因为这个共和党人的 一些保守派 对于政府的对外政策 包括军事安全政策 进行牵制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 在当前美国国内 两党急于在这个大选年 相互比拼的过程当中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到底要不要原污 是原污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还是原污会造成美国的损伤 双方谈的不仅仅是这种军事 或者是财政这笔账的问题 而是更多的是美国对外政策 两党谁更符合美国利益 进而影响选民心情 影响选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 网友关注的这个点 美国的这种暂停 首先反映出的是 美国国内的矛盾 但是从更深层次来说 我们会看到 现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 不仅仅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而是对抗会长期持续 首先说到俄乌冲突 大家说进入到2024年 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现在双方是势不两立 那么在下一阶段 如果双方都非常疲惫的时候 可能暂时停火 但是通过这个停火 迅速地达成政治方面的协议 现在来看 并没有一个可行性的方案 空间是越来越窄 所以可能会出现 停停打打 边打边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对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一次俄乌冲突 那么对于美国 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可以描述为 比冷战时期还要糟糕 所以从北约的角度来说 当然希望通过俄乌冲突 进一步地对俄罗斯来进行消耗 而从俄罗斯的视角来说 也要抵御来自于西方的 这种进一步的压力 所以大家会看到 从现在双方都在这种进一步的布局 不管是武器装备方面的升级 还是从这种政治安全方面 欧洲安全格局的这种比拼 那同样从军事角度来说 俄罗斯希望更多地提升 自己针对美国的这种 不对称的攻击的能力 对美方对北约来进行牵制 那么包括现在北约进行的 进一步的危险的尝试 都可能造成双方关系 这种失控的风险 刚才我们也会看到 英国已经和乌克兰 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 这对于俄罗斯来说 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情况之下的 又一次的挑衅 好的 非常感谢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 联通至家 幸福到家 全无光宽带 千兆全覆盖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 独家冠名播出 好 节目的最后 还是要给大家预告一下 中医记者刘浩岳和苏小辉老师 将会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 继续在本栏目的同名 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 抖音号 以及央视频APP上进行直播 解答网友的提问 分析本周的热点话题 期待着您的参与和互动 是 那么在新媒体聚会当中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 早安中国和爱在中国的精彩内容 欢迎您进行进一步关注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